警方接獲報案 社區內有情侶吵架 到場敲門問狀況 等了一陣子 借我拍的照片 屋內一片狼藉 物品全散落在地上 不過情侶吵架 難有人呢 他剛剛是從這邊跳的嗎 警方看了屋內一圈 馬上發現不對勁 一路追蹤一樓 這才發現 男子渾身無力 整個人瘫在雜物堆上 肋骨骨盆斷裂 全身擦挫傷 怎麼急著躲避玻璃是大人 就是因為 通多久了 我沒有通啦 我要停在那裡 沒關係 沒關係 你們怎麼都沒關係 經過原警查詢 比對資料嚇一跳 男子從2021年起 就分別被士林地檢署 以妨害自由罪名通緝 基隆跟桃園地檢署 也發佈竊道兩岸通緝 還有台北一件詐欺 雲林一件侵佔 幾乎是從北通到南 就會躲到台南女友家 卻因為情侶吵架 被抓包落網 沒怕了 沒怕了 我要想的 我要想的 好 如果你在這裡就拿了 事後嫌犯被緊急送醫治療 不過經過遠景勘察 嫌犯疑似從霧露 先爬到四樓窗台 再一口氣跳下 後方防火箱 高度超過十公尺 超級命大 上靠逮捕並介護送醫 並將事其傷勢穩定後 阻一來解送各地檢署歸案 宛如電影般的懲命場景 最後卻在嫌犯的哀嚎中度過 恐怕他也想不到 最後全英喊女優吵架 才入網 這位黃天安網一提台南報導